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到底是什么神仙偶像哦 始于颜值永远新鲜 肖战和孔生同框经验亮相 李宁公司成立34周年 肖战祝福视频更是充满惊喜 这也是肖战入组得闲 紧致剧组后最新公开的形象了 真的是把大家吓了一跳 百遍肖战没有上线 很惊艳 很震撼 配合电影中的人物 肖战的头发剪短了 在祝福视频里 肖战稍微做了这个装造 配合精致优越的五官 简直就是一个全新肖战的感觉 视频中肖战干净利落的妆容 健眉心目 原生态的妈生脸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 精灵而显得那么的俏皮 网友评论说这个毛利子头好帅 得闲的灵魂出来了 肖战每次塑造人物的时候 感觉他的灵魂也随着他塑造的人物的灵魂 从内到外都换了 这次的肖战真的又正又帅 又嫩又可爱 换个发型跟换个人似的 肖战的可塑性真的是绝了 的确寸头肖战 琴头肖战 狼尾肖战 马尾肖战等等 什么样的肖战都很惊艳 不同于有的艺人特别吃装造 演了很多部作品几乎都是一个造型 肖战每部剧都不一样 这张脸就是注定吃演员这碗饭的脸 还有的网友说肖战每拍一部戏后 出来见面都是让人眼前一亮 光芒四射的感觉 脱胎换骨的感觉 千面肖战 面面精彩 肖战真的永远不会让你视觉疲劳 长粉长心 神仙偶像 有美容博主评论肖战的五官 说肖战的五官 各个都是地标大厦式的存在 肖战是365死角的大帅哥 主打就是硬帅 相比于很多氛围感帅哥 肖战的脸就特别高级耐看抗打 肖战的脸是圈内装造势们可遇不可求的脸 这样的脸就是越生涂越好看 肖战生涂圣精修是大家的共识 可甜可言 以骨以金 肖战的脸就是为荧幕而生的脸 且越放大越好看 肖战本人也用严格的自律 保持着自己顶峰的状态 对观众负责 对自己的事业负责 肖战正值男演员黄金时期 当打之年 希望肖战多多拍戏拍好戏 方不辜负上天的眷顾 也希望这样盛世中国脸 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